我们都知道,四川是一个已成独大的省份,省会成都的经济总量,占了全省30%以上,被人调侃为成都省。为了破解已成独大的困境,四川终于要开始建设经济副中心了。 在刚刚结束的2018成都西博会上,四川各大城市,纷纷打出经济副中心的标语,可见四川建设经济副中心已经开始实行了。那么以下七个种子选手,到底经济副中心会花落谁家呢? 一、绵阳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74,75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3015元。 二、德阳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0,6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5607元。 三、一、宾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47,23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0868元。 四、南充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27,93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8516元。 五、卢州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96,21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7,020元。 六、达州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83,94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8,066元。 七、乐山市,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7,79亿元,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6,130元。 四川的面积比较大,低级市比较多,不排除建设多个经济副中心的可能性。 那么以上七个城市,您觉得谁有资格,成为经济副中心呢? 本文图片源于网络,如有意义,请联系删除。